大家好 我是終身社記者陳子彥 最近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就在香港熱影 在香港全城範圍內都結起了一波復古的風潮 今天我帶大家來玩一下九龍城寨主題的街市 一齊來感受一下上世紀80年代的港式煙火器 我們現在進來這個街市就發現 整個場景都非常之還原電影的場景 在我們上面還可以看到一部非常大的飛機 為何會出現這個場景呢 就是因為當時九龍城寨隔離 就是香港很著名的啟德機場 所以啟德機場的飛機在降落的時候 會經過九龍城寨的上空 這個場景呢 都成為了電影裡面比較經典的場景之一 現在在這個九龍城寨主題的街市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很多九龍城寨的主題佈景之外 它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菜市場 它有賣海鮮、琴淚、瓜果蔬菜 很多這些生鮮的產品 或者是現在這條街上面 都有非常多的 好像是這些衣館 或者是一些法郎 這樣的一些 居民生活會用到的一些店舖 是 阿叔 我想問一下 你們這間醫館是可以醫治什麼病 我們是 國科 和你把脈 了解你身體的狀況 怎麼樣 阿叔有沒有去看過九龍城寨那部電影 有 那你當時有沒有在九龍城寨那裡 真的生活過 生活過就沒有去過 去過 了解 這支電影 你們看到的電影 是 一部份的介紹 裏頭的醫生有些很厲害的 但是它在香港沒有醫生的執照 所以沒有牙醫的執照 所以它就在裏頭去診所 看完今天的城寨主題街市 大家是不是都覺得非常之意猶未盡呢 我們又由上世紀的九龍城寨 回到現代的香港 不要緊 我們的香港漫遊還繼續 歡迎大家繼續關注我們的欄目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